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清真史上非常出名的案件 就是在这个卢定这个地方有一个警察叫做赵林的 他枪杀实名群众的这个案件 那首先来说呀 老刘想谈话题就是借款和欠款 本身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属于经济纠纷和警方的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这个数额较小呢 民警可以帮助调解一下 并非是义务的 如果数额较大呢 一般是通过法院进行起诉 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那老刘今天给大家讲这个惊天大的起因呢 仅仅是因为690块钱钱款 更加让人无语的是 借款人和欠款人都不是这个傻人的民警赵林 那这个案子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民警赵林持枪连杀实人的时候啊 当时才24岁啊 他是四川省甘之州 卢定县德土乡派出所的一名普通的民警 赵林这小伙子呀 是土生土长的卢定县人 1994年呢 从警校毕业 当时他枪杀群众的时候啊 从事的公安工作呢 只有四年时间 在德土乡派出所呢 也仅有两年时间 现在呀 回想起来呀 哎呀 可以说呀 这个赵林呢 并不适合去做民警 为什么呢 他年轻气盛 脾气相当暴躁 很容易冲动 警察呀 尤其是刑事警察 打肚呀 脾气不太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说这些警察 整天呢 面对傻人 强奸 放火 抢劫这些案件 整天呢 面临一些 现期刑的压力 那再好的脾气啊 也会变坏了呀 根据受害者家属 苏西的信心 赵林的脾气不好 曾经多次被上级处分 有一次呢 赵林和人打牌的时候啊 为了一块钱的输赢 就和一个刘某争吵起来了 两人吵得很厉害 赵林一时失控 就打了刘某一些耳光 还有一次 村民杨成记啊 在德土乡 杨宾旅馆的门口上访 正好就遇到了 这个民警赵林 杨成记呢 拉着他呀 反映情况 赵林说 警察不管这个事 得去找乡政府 这个赵某呢 这个赵林呢 急于要走 可是杨成记呢 死死拉着他不放 两人就死啊 发生了撕扯 赵林再次失控 将杨成记一脚踢倒 又跺了几脚 那我说这些事 还算是小事 那老刘接下来说这个小事 可就不是小事了 卢定地区呢 地处于四川的边缘 那可能大家都知道 非夺卢定桥就发生在这里 卢定自古以来呢 都是汉衣混战之地 当地的民风凶患呢 时有泄斗事件发生 农村呢 都以家族为单位 动不动就是一家人出动啊 打家闹事 连政府啊 都不敢随便的招着 这个赵林脾气非常不好 当地村民这个脾气 也好不到哪里去啊 一球之合而已啊 赵林被上级处分 连配枪啊 也被上缴了很长时间 但是呢 他仍然干他的工作 赵林本人呢 吃苦耐劳 万事啊 都是勇往直前 而且呢 从来不抢工 又是个能干事的民警 那你说这个县城的警察呀 本来就太少了 赵林这种颇有能力的民警啊 自然就不能被撤职了 不然谁来干活 虽然没有丢掉工作 赵林却自觉工作不太顺利 心中的不满和压抑 是越来越重了 他认为卢定的这个刁民的太多了 依靠家族力量 气软怕硬 根本就不把政府放在眼里 更别说他一个小小的民警了 有一次啊 村民良才贵呀 因为放水与人发生矛盾 赵林呢 就被派去调解了 在这调解期间 梁家就弹枪了 要动手了 赵林一箭 制止不住 一怒之下 拔出手枪 指着梁才贵的父亲 他的脑袋进行恐吓 结果呢 赵林呢 被梁家的一群男人围堵 赵林不敢开枪 手枪就被他们夺下去了 还被这家人呢 给打了几拳 事后 梁才贵的父亲 因为啊 袭警夺枪 被拘留了半个月 但是 赵林呢 仍然感觉到了丢了面子 相当的抑郁啊 还有一次呢 赵林在沈村 处理问题的时候啊 说话不太客气 当地一家族啊 认为赵林不给面子 顿时就出来几十个村民 去围攻他 混战之中 赵林被打了好几拳 他那个警帽啊 都被打飞了好几米啊 嘴角也被打出血来 赵林大怒 当时就要和村民们拼命啊 万幸的是呢 赵林这时候 他的枪啊 已经被上缴了 回去找武器的时候 被同事拼命给拖走 不然呢 当场可就要出大事了 要说一切的小问题 最终啊 都会积累成大问题 在1998年6月17号 如火山一般 就爆发出来了 当天下午啊 得妥乡杂货铺的老板江兰 找到联合一族的村民 杨树兵啊 索要欠奢的690元钱 在1998年的时候啊 690块钱对于农民来说呀 也算不上是什么巨还 杨树兵借款的时间 长达五六年 长期拖欠不还 江兰呢 是忍无可忍 就把他堵在县城的大街上了 双方在大街上啊 大声争执啊 27岁的杨树兵辩解说 钱是我堂弟借的 不应该要找我还 根据这个杨树兵的亲戚介绍说 几年前呢 杨树兵和他堂弟杨树林呢 在这个德特街上赶场 杨树林就在杂货铺的老板江兰这个地方啊 奢欠了600元左右落货 打欠条的时候 杨树林就把杨树兵的名字呀 写在了保人一栏了 后来这个杨树林呢 并没有还钱 就跑到康定打工去了 那么根据法律来说 既然杨树兵担保了 找你要钱也没错呀 没想到 这个法盲杨树兵啊 却执意认为 钱不是自己借的 拒不认账 江兰呢 不肯善罢甘休 提议呢 去派出所解决 于是几个人吵吵闹闹的 去了派出所 当时值班的警察就是赵林 这种债务问题呀 不是警察分内的事情 但卢定呢 这个小县城 民警要管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啊 经过调解呢 双方就达成了还款的协议了 由杨树兵的姐夫王天理担保 给江兰就打了一张欠条 并且答应呢 四日还清 那对于如何协调的 说法不一 杨树兵回家以后是越想越气呀 觉得自己明明没有借钱呢 反而要还债 杨树兵这个人呢 本人是比较懦弱的 但是他的父母啊 却很厉害 杨树兵对父母说 这个赵林打了他 他没办法才去找姐夫帮忙 那到底赵林有没有打人呢 杂树坡的老板江兰就表示说呀 根本就没有打人这回事啊 债主呢 是江兰又不是赵林 那赵林怎么可能为了他去打人呢 况且协商的时候 又不是一两个人在场 很多人都可以呀 作证赵林是拍了桌子 但是没有动手 本来也就是六百多元的事情 但是杨树兵呢 就说这个赵林打了他 这可就不单单是钱的问题了 这个事态呀 就迅速的恶化了 杨树兵的母亲王万英啊 听说儿子被打了 又被强迫还钱 气得发抖啊 那我之前说了 当地的这个农民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法治观念 信奉的都是暴力哲学 他们认为呀 谁家里人多 谁敢闹事 谁就是老大 别人都会怕他 杨家就经过商量 一致决定啊 大闹一场 不能这样服软了 倒是当家人这个老头 杨怀富啊 比较慎重 不主张去闹事 只是杨怀富被老伴 臭骂了一顿之后 也就只好听之认之了 当天晚上八点左右啊 杨树兵夫妇 他们父母等几个人 就干到县城闹事了 他们冲到借款人 江南这个地方 索要欠条 不愿意还钱 只是这个江家呀 那也是大家族啊 人多势众不好惹呀 江南呢 是有恃无恐 软硬不吃 杨家不敢造次 和江南来硬他 柿子呢 简软的捏 他们决定啊 去找孤身一人的赵林 去算账 杨家认为民警赵林呢 强插一手 逼他们还钱还打人 那岂不是仗势欺人吗 当天晚上 他们出到派出所 就找赵林算账了 但是呢 没有找到赵林 这会儿人非常嚣张啊 有一个不愿意说出 姓名的警方人士 当时回忆说 六月十七号的晚上啊 德土乡农民杨怀富啊 揪集了二十几个人 手拿刀棒 气势汹汹的 就杀到了德胜派出所了 去找赵林算账 杨言说要修理赵林 派出所副所长 彭建军呢 就把赵林的枪 给吓了 锁在办公桌里 并且呢 叫赵林呢 离开派出所去躲避 杨怀富等人 当天晚上呢 没有找到赵林 就离开了 但是离开的时候说 第二天 还要去找这个警察赵林 第二天 也就是六月十八号上午 九点三十分左右 杨寿冰 王万英 高建美 高建康等人 召集亲戚和儿女的亲家 一共十一个人 就再次来到了德鲁乡的派出所 去找赵林算账了 这十一个人呢 分别是杨怀富 男 五十六岁 他是杨树冰的父亲 王万英 女 五十二岁 他是杨怀富的老婆 杨树冰 男 二十七岁 这是杨怀富的儿子 高建美 女二十三岁 他是杨树冰的老婆 而且呢 这时候 他怀有一子 在腹中呢 杨树荣女三十岁 他是杨怀富的女儿 也就是说杨树冰的姐姐 还有一个陈国强 男三十二岁 他是这个杨树荣的老公 杨树红 男二十三岁 杨怀富之侄子 他是杨怀冰的表弟 还有王英 二十二岁 女 他是这个高建美的妹妹 另外还有王志军 高开军 以上这些人呢 后来呀 全部都被赵林给枪杀了呀 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么惨烈的一个结果呢 再听老刘啊 往下给大家讲 这些人呢 都是这个德鲁乡联合村 南投村的村民 王天礼呢 他是唯一的一个受伤者 并没有被赵林给打死 他是德鲁乡 南投村的村民 他二十八岁 他是高建美和王英的姐夫 你说如果这些人去找赵林理论的话 那根本就不用去拾一个人了 更不需要五个身强力壮的男人 显然呢 这杨家呀 不是来解决问题的 而是准备大闹一场 找回面子的 这里面的男人不谈 几个女人呢 都用那个衣服啊 包着石头 就冲进了派出所了 衣服里包着大石头 干嘛来呀 明显就是打人 打下来的呀 就在那一天呢 赵林呢 就在派出所里 当时呢 双方一见面 立刻就激烈了 正吵起来了 面对杨家的指责呀 赵林是当场否认 赵林说自己呢 杀杀规矩做事的 有不满呢 你可以找我上级领导反应啊 杨家就指责赵林呢 打了杨树兵 还强迫他要还钱 就属于凝目张胆的欺负人了 赵林呢 要和杨树兵对峙 但是杨树兵啊 知识勿勿的 不正面回答 事情到了这一步 打没打人 已经不重要了 杨家本来就是想大闹一场来的 不争回面子 不会走的 双方三言两语就说僵了 转而互相谩骂 终于就动了手 一开始啊 赵林就把骂人 最难听的这个老年妇女王万英 推出办公室 杨树兵的老婆 孕妇高建美啊 一见自己婆婆被这个赵林推散啊 立刻就冲上去 一拳就打在赵林的脸部 听众朋友们 可不要小瞧这农村的女人啊 这些女人啊 常年干农活 那利息啊 可不比城里的那些宅男要小啊 这一拳打得很重啊 那真是打得赵林啊 眼貌金星啊 要是此时赵林呢 还是比较克制的 他见到高建美啊 是个孕妇 并没有敢还手 没想到 王万英老太太 怕儿媳妇吃亏 也冲了过去 用衣服包起了石头 猛击赵林的头部和脸部 见到女人和赵林撕打起来了 杨家姐男人呢 都虎视眈眈的 站在旁边 他们在等着赵林还手 然后就冲上去猛打 这些人挺聪明的 他们知道啊 这打人是违法的呀 可能会被拘留啊 但如果是护殴的话 那可就是小事了 法不择中啊 而且最多就是调解调解了 赵林这时候 只有一个人 对方有11个人 光是上来 这个冲向这个赵林的妇女啊 就有4个人 赵林这小伙脾气很暴躁 但是呢 他也不愿意去打女人 只好呢 左躲右臂 一间办公室 能有多大地方呢 一两分钟之后 赵林不知道 被谁给拦腰抱住了 其他几个人呢 是一拥而上啊 围着他就乱打了一通 这番撕打呀 自然是赵林吃亏了 根本就没有办法还手啊 一旁的民警后来回忆说呀 赵林的脸 耳 井等部位 都被杨家人所抓伤 打伤 牙齿也被杨树兵的母亲 王万英啊 用石头给打伤了 脸上全是血痕了 说实在的 这一次赵林呢 已经很克制了 刚开打的时候 他怕自己失控 或者拉扯之中 枪支走火 他举忙 取下了身上佩戴的 五四式的手枪 放到了窗台上 一旁劝架的乡干部 李湘军见状啊 急忙就把那枪啊 锁在办公室抽屉里了 小小的县城派出所和乡政府都在一起 见杨家一大家子人和这个赵林打成一团了 民警副所长 彭建军 乡干部李湘军 和该乡的党委副书记 陆青等等人 纷纷就赶来劝解了 搞了好半天呢 才将他们拉开啊 本来这个杨家人啊 这些男人呢 就是等着赵林还手呢 然后就冲上去狠打呀 现在赵林没还手 其他这些官员呢 又上来劝架了 所以这杨家人呢 也不好再继续打下去了 即便如此啊 赵林呢 也被打得很惨啊 有一个民警啊 他多年之后回忆 愤愤的就说呀 18号上午 杨怀夫等人一早啊 就来到了乡政府 来找赵林 本来领导让赵林呢 暂时不要来上班 躲一躲 可是赵林觉得太窝囊了 那天呢 并没有离开派出所 杨怀夫一会儿人就围住赵林争吵 几个妇女呀 各自手里拿着一些衣服 在这个衣服里要包着 手腕大的这个石头块啊 他们用这个石头块 向赵林的身上 背上 脸上 不停的打呀 当时啊 赵林的身上 背上 脸上就挨了好多下 门牙也被打掉即刻呀 杨树冰 那些年轻的男人呢 就站在他们媳妇的周围 只等着赵林还手 然后他们就可以找机会一拥而上啊 要说这个赵林当时 被几个女人呢 猛打一顿 虽然是一些皮肉轻伤 但是此时赵林已经是怒火中烧了呀 这个人呢 我说了本来脾气就很暴躁 再加上啊 他年纪24岁 正是年轻气盛 不计后果年龄 更加要命的是啊 赵林又是在自己的单位门口 被人给打了 这口气如何受得了啊 老刘想说呀 到了这个地步啊 以赵林脾气呀 十有八九这时候 已经准备鱼死网破了呀 感觉出了一口气的杨家人呢 就被其他人劝告兰总 哎 已经走出乡政府了 这时候赵林呢 冲回到办公室打开柜子 取出两把马刀 就要和杨家拼命 乡党委副书记陆青灯啊 他和深知这个小伙子赵林脾气呀 一直啊 就在后面啊 跟着他呢 看到这个赵林拿刀啊 陆青灯啊 赶忙就躲了下来 让这个赵林呢 回家冷静冷静 不要冲动 可惜啊 赵林呢 已经弃晕了头啊 失去理智了 他偷偷的用手铐 撬开两个抽屉 取走自己的五四式的手枪 和配给他的35发子弹 当时这个民警啊 一年呢 就给38子弹 他全留在抽屉里呢 随后赵林就说 自己的 要回家休息 派出所的副所长 彭建军就同意了 显然呢 赵林现在已经有了 报复杨家人的念头了 不然 他拿着枪干什么呀 赵林骑上摩托车 就离开了派出所 他来到乡政府大门口处 又和杨家人狭路相逢了 杨树冰等人火气未消 手指赵林呢 破口大骂 听到杨树冰他的臭骂 赵林的情绪是完全失控了 赵林停下摸到车 掏出他的五四式手枪 对准杨树冰王万英和高建梅 就连开树枪 砰砰砰 卢定县城啊 上空之中就响起了一阵 密集的枪声啊 这个五四式手枪啊 是军用手枪 威力特别大 子弹的穿透力和杀伤力 也都很强 对面这丧人呢 做梦都没有想到 赵林真的会持枪杀人呢 措手不及 丧人全部被打死在当场 最先动手殴打赵林的孕妇 高建梅中枪之后 一时没死 还在地上挣扎爬洞 赵林毫不犹豫 走上前去 对准高建梅的头部就补了一枪 砰 就把这个女人呢 打得着脑腔蹦裂呀 想想之后 妇女杨树荣 见到母亲王万英中枪倒地 跑过来抱着痛哭 老刘相说这几个眼上啊 真应该去跑啊 撒嘴就跑啊 这不是来找死吗 赵林毫不留情 对准这个杨树荣啊 当凶又是一枪 砰 杨树荣胸部被赵林的子弹击穿 翻身倒地 赵林接下来又对准了头部连补两枪 砰砰 杨树荣的丈夫陈国强 见到赵林开枪杀人了 吓得当时不知所措了 站在原地瑟瑟发抖 赵林抬手一枪 啪 子弹打出了陈国强面目 又死了一个人呢 离这边稍远的地方呢 高建梅的妹妹王英 牵着五岁的小侄女王瑶 在门口行走呢 听到枪声之后 王英不知道怎么回事 站在原地发呆 这时候已经煞无眼睛的赵林呢 追上来 对准王英又是一枪 砰 这发子弹呢 穿透洞外 血液啊 飞溅出去十多米远 王英当场身亡 一旁的小女孩王瑶 吓得哇哇大哭啊 好在呀 赵林呢 虽然丧失理智了 毕竟呢 还有些人性 他没有对小孩开枪 转身呢 骑上摩托车 就冲上了街道 追杀 杨家别的人去了 已经杀了六个人 赵林就已经傻红眼睛了 他事后交代说 当时他就在想 反正杀一个也是死 杀十个也是死 干脆全杀了 自己也不想活了呀 就在这个街道的拐弯处 赵林骑车就追上王志军 杨树红 还有杨怀富三个人 杨树红和王志军 已经看到赵林 枪杀王英了 吓得呀 是撒水就跑过 赵林追了上去 对准王志军就是一枪 这把子弹呢 当即穿胸 击破了心脏 王志军呢 一头栽头栽地呀 旁边不远的地方 杨怀富 这是这个被害的这个群众当中啊 年纪最大的 五十六岁 他可是杨家的当家人呢 他眼看着赵林杀人 杨怀富啊 倒是没跑 杨怀富呢 怕这个赵林呢 再去追杀其他的亲戚 他果断的就冲过去 拦住了这个赵林 大喊不要开枪 赵林 最狠的就是他呀 一言不发 举起枪 就把他打倒在地 这一枪并没致病 这个赵林上去又补了一枪 第二发子弹呢 从杨怀富的后搏梗呢 就射进了身体之中 穿透了内脏 杨怀富在地上 挣扎了一会儿 就断了气 赵林 又追到了玉米林中 将荒不择路的杨树红 数枪击毙 杀这么多人 赵林还不罢休 用他在法庭上的 那话来说 反正已经杀了 干脆杀光就好了 如果杀不光 怕他们报复我的妻儿啊 赵林这时候冲到啊 去乡政府200米远的 高开勋的家里 这高开勋的是杨树兵的岳父 赵林一脚推开了门 就向这个高开勋连开两枪 一枪击中腹部 造成了腹部穿通伤 伤及多脏器 高开勋呢 经过这个卢定县医院 全力抢救之后 无效而死亡了 出门之后 赵林又冲到了汪天理家 对他的脖子开了一枪 子弹穿过脖子飞过 王天理倒在了地上 流了一大滩的血呀 赵林以为王天理也死了 转身就离开了王家 王天理的命很大 流血很多却没有死亡 经过抢救呢 王天理啊 侥幸就保住了性命 成为了唯一的伤者 短短一个小时时间里 赵林枪杀诗人 重上一人 作为一个民警啊 赵林自然知道自己呀 犯下了惊天大案 赵林还是骑车 试图外逃 很快 他就决定自首了 当天下午1点20分 赵林到石民县派出所 投案自首 交出了自己的五四式的手枪 和没有用完的十击发子弹 对于小小的卢定县来说 赵林枪杀十名群众这个事啊 那无疑就是一颗原子弹被引爆了呀 就算到了今天呢 赵林枪杀群众这个事啊 依旧是他们街头巷尾的话题 当地老百姓啊 很多呀 有些人偏向于赵林 说这个杨家人呢 围攻赵林 而且呢 以人多欺负人少 不过他们对于赵林连续杀人 对孕妇也连续补枪的这种凶狠手段呢 也是十分的胆寒呢 当时有一个现场的目击者就回忆说呀 他说事发的时候啊 我正在这个乡政府旁边的一个 这个铺子里喝茶呢 听见第一声枪响之后 我放下茶碗 就跑出去看热闹了 哎 你说他不吃死货哈 也不害怕 这时候就见到这个赵林呢 一枪一个 连续打死了四五个人 其他的人呢 一窝疯一样啊 吓得私下里逃窜呢 有一个人 刚跑到铁门外 赵林甩走一枪 那个人 就被打倒了在路边 脑袋上的血呀 立马就喷出来了呀 赵林呢 飞身 划上摩托车 追赶正在逃命的人 有两个人 刚跑出乡政府不远 赵林的摩托车 就追了上去 赵林是一枪一个呀 那两个人 顺着枪声就倒下了 那情景啊 真的就像香港的警匪片啊 赵林骑着摩托车 跑远之后 我就发现自己吓得 浑身都是冷汗的 心口直跳 我差一点 就吓掉裤子了呀 杨家被打死十人之后啊 仍然没有放弃所谓人多敢闹 就厉害的观念 根据警方介绍说 事发当点晚上 杨家又数十人冲到了债主 江南的家中 去砸毁江南电视机 音响电冰箱等价值 1.6万元的财务 事后这杨家人呢 有召集亲朋好友 一百多人 从这个沈村 冷字 青龙等地就赶到那个德拓乡 要求高额赔偿 说不然就要杀人放火 爆炸乡政府和派出所 而且还要台师示众游行 那老友对这件事啊 也不好做太多评论 那咱们听众朋友可以自己去想啊 当时这个场景啊 8月2号 四川的甘孜州中人民法院公开就审理了 卢定的618特大吃枪杀人案 被告人赵林呢 反故意杀人罪 得一审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法庭上午九点开庭 参加旁听的干部群众 多达两千多人呢 有一些老百姓就认为呢 赵林呢 杀死了这么多人 属于啊 最大恶习 但毕竟是这个杨家人打人在先 尚且呢 有形可圆 他们曾经联名写信 要求啊 免赵林一死 不过呢 法院呢 并没有采纳群众的意见 四川省啊 高院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 调查后认为 被告人 得腿乡的派出所警官赵林 在被害人一方 实施不法行为的情况下 无视公民的生命权 开枪射击 连续追杀 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了 而且赵林的行为后果极其严重 所以呢 高院就做出了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的终身裁决 一个月后 赵林被燕名正身 押服刑场 执行了枪许 2003年春节过后 烟台的歌舞厅和夜总会呀 呈现出了一片繁忙的景象 这个时候 市区某夜总会 两名跳舞的骨干小姐 和一名男服务生 却一连几天都没上班了 这可急坏了歌舞厅领班了 打电话 联系多次 三个人的手机呀 均拨打不通 派人到其暂住的支付区 玉顺港31号内 去寻找 也没有见到他们身影 当时啊 以为可能是跳槽了 到别的夜总会去干了 所以呢 从此也就没有再理会此事了 没想到 三月七号上午 男服务生的父母啊 突然来到夜总会 说是已经有11天 没有见到自己儿子了 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了 领班听到之后 联想到三个人 不此而别的反常现象 这才感到了一丝丝 不想执照啊 于是便急忙带领员工 和男服务生的父母啊 赶到了支付区玉顺港31号 当当当 敲了半天的门呢 也没有见到里边有动静 情急之下 敲开了防盗门 进入房间一看 一幅毛骨悚然的恐怖的画面 顿时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只见在土炕上 已经有两具尸体 高度腐烂 并发出令人作呕的臭气 吓得大家 连声惊叫 夺路而逃 急忙报警 北大习接派出所 接到报案之后啊 副所长李百宏 立即带领民警赶到现场 把现场保护起来 分管领导也带领 行侦和技术人员 迅速的赶到现场 进行紧张的侦查工作 现场位于31号楼的顶层 两具尸体在一个土炕上 全身都已经腐杖变形了 经过法医初步检验 死者为一男一女 其身上均无伤痕 解剖尸体 确定两死者 均息窒息而死 尽管两具尸体 已经高度腐烂 难以辨认 但是 男死者的父母和同事们 还是从其发型和衣物上 认出了他们 经最后确认 这名男子正是这位父母 苦苦寻找的儿子 女子是男子的恋爱对象 案发现场非常整齐 毫无翻动的迹象 门锁和窗户也完好无损 大眼一看呢 双方好像是殉情自杀 可是 刑侦技术人员 凭借职业敏感 发现了许多疑点 两个手机充电器都插在电源上 可是手机却不翼而飞 男死者生前 不像与女死者睡在一起 好像是死后被他人搬上抗的 死者虽系窒息死亡 但却不是煤气中毒或其他意外 好像是被人勒死 不排除他杀可能 当天晚上九点钟 北大习习派出苏尔利 灯火辉煌 劳累了一天 连晚饭都没有顾得上吃的 刑侦人员们正会去在这里研究案情 大家围绕现场勘察和访问 所获得的情况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现场的门窗完好无损 没有打到痕迹 说明戏熟人所为 凶手杀人之后 伪造现场 应该是有作案经验 应该是流窜的惯犯所为 凶手一连杀死两个人 不像是一人所为 案件的性质和侦破方向 一步一步的就明确起来 最后 孙延成副局长 为本案定了性 他说 这是一起特大的抢劫杀人案 凶手是两人以上 而且对现场情况非常熟悉 案发时间大约在2月25号上午 下一步的工作 应该围绕与被害人熟悉的人 开展调查 当天夜晚 有燕台市公安局副局长 兼分局局长雷星华 挂帅的破案指挥部就成立了 一场硬仗 摆在了每一个参战民警的面前 就在刑侦人员几楼秘谷的展开调查访问的时候 有一条重要线索浮出了水面 在案发地居住的出两名被害人之外 还有一名女子 名字叫刘玲 案发前夜 在这个房间里居住过 此后下落不明 据夜总会反映 2月24号晚上上班 第二天 也就是发案当晚 有人看见他和一个高额子男子 在现场附近溜达 但其相貌 没有看清 经过进一步调查 这个刘玲是个假名 他与男死者也保持着恋爱关系 联系现场情况和他的突然失踪 以及案发当晚 与那个高额子男子在现场附近出现的种种情况分析 这个刘玲的作案协议突然显现 可是刘玲为什么要杀害他们呢 是屠材害命 还是争风之错 再是他的失踪 也很蹊跷 连最起码的生活用品 也没有带走 那是 仓皇潜逃 没有来得及带 还是有意留给警方看的 如果不是他作案 那真正的凶手又会是谁呢 围绕这些疑问 刑侦人员把寻找刘玲 作为侦破本案的突破口 这个化名刘玲的女青年呢 二十岁左右的年纪 由于她有这一张漂亮的脸蛋 再加上能说会道 所以啊 在烟台的娱乐圈里啊 也算是小有名气的人物 在她交往的人当中 既有腰缠万贯的大块 也有一智千金的老板 还有更多的社会青年和不法之徒 他们分布在烟台 上海 北京 广州 济南 青岛 围房等二十多个城市里 非常广泛和复杂 要想在短时间内全部查清这些关系 绝非意识啊 然而困难再大 也动摇不了刑侦人员查破此案的决心 他们在各省市兄弟公安机关的大理系录下 很快查清了 所有与刘灵关系密切的人 当案发当晚 与刘灵一起啊 在现场附近溜达的那个高个子男子 却没有被查清 这个人像你一样 缠绕在刑侦人员的心头 为了防止刘灵被害 刑侦人员还将刘灵的照片呢 发往全省各地 请他们对2月25号以后发现的无名女尸进行辨认 但是啊 收效甚微 刑侦人员重新回到现场 对刘灵遗留的物品进行查看 突然 一张被扔在垃圾桶里的 寄往四川省绵阳市的包裹 这个邮寄单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仔细展开一看 邮寄人叫做贾平 邮寄的物品呢 是一部三星牌的手机 同时又在现场 不显眼的地方 发起了一张银行储蓄卡 经过查询 持有人也叫做贾平 难道这个刘灵和贾平 是同一个人 据他的同事证实啊 春节前 刘灵呢 确实往外地啊 邮寄过一部三星牌的手机 至于给谁 就不清楚了 刘灵平时啊 喜欢吃腊肉 他吃的腊肉呢 全都是从邮寄单上的地址寄来的 据此判断 刘灵和贾平 很有可能就是一个人 四川省 绵阳市某村 就是他的老家了 只回不立即派人呢 前往四川的绵阳市 刑侦人员要去的地方啊 是一个偏僻穷困的小山村 刑侦人员一行五人 跋山涉水 颠簸几日 才赶到那里 经过照片辨认 证实刘灵就是贾平 而这个孙子 也是刘灵的老家 经秘密调查得知 自春节之后 刘灵一直没有回家 也没有往家里打过电话 那他去哪了呢 目前是活着还是死了呢 他在此案当中 充当什么角色呢 刑侦人员困惑不已 就在刑侦人员翻山玉岭 前往四川调查 刘灵的同时 烟台的调查工作 也在紧张的进行 刑警大队和北大席街派出所 对现场周围 挨门逐户的进行排查和访问 他们找到了房东 不料房东 却拿出了一份去年呢 和别人签订的 早已过期的租房合同 其他的竟然一问散不知 显然 签合同的房客 已经被这房东 转租过多次了 警方开始啊 查找以前在此租住 或者熟悉房子的每一个人 在了解每一个赞助人情况时 有一个叫做雨婷的女人 引起了刑警的注意 死人与失踪的刘灵关系甚密 案发前呢 曾经多次与刘灵通过电话 但是通话内容不清 此外 这个名叫雨婷的小姐 春年前还与她的对象 在案发现场 住过一段时间 有房门的钥匙 以后两个人回到了济南 再也没有见到他们回烟台了 看来呀 找到这个雨婷 或许能够更多的了解一些 刘灵的情况 警察 雨婷也是一化命 在济南 没有固定住所 而且下落不明 找到她并非一世人 在济南的调查得知 雨婷已经被人打成重伤 好像在躲避什么人的追杀 至于躲在哪里就不清楚了 在济南警方的大理协助下 查遍了整个济南大大小小的酒店招待所 终于在当地一家酒店 发现了如惊弓之鸟的雨婷 原来呀 雨婷的鼻子呀 是被她未婚夫王洪渊给提伤的 去年八月份 两个人从围房来烟台打工 当时一同去的还有刘灵 他们租住在玉顺向三十一号内 雨婷和刘灵同在夜总会里当街舞小姐 有人和一些男兵客频繁的接触 这个王洪渊心里呀很不舒服 在劝说无效之后 王洪渊一赌气 一个人就回济南了 春节前 他来烟台 把雨婷接回济南 二月五号 在济南无所事事 白感无聊的雨婷 对王洪渊说 他想回烟台 当小姐继续挣钱 本来王洪渊呢 对雨婷盖小姐呀 就憋了一肚子气了 这话也说出口火 就如同点燃了一包炸药啊 他飞起一脚 就把雨婷的鼻子呀 踢得歪到一边 踢成重伤了 为了防止雨婷报案 王洪渊就把雨婷啊 给软禁起来了 并且威胁说 如果敢逃跑 我杀你全家 二月二十四号 雨婷趁王洪渊外出 租影碟的时机 跳窗而逃 躲在了济南的一家 小旅馆里养伤 当刑侦人员问他是否认识 两名被害人 和失踪的刘灵的时候 雨婷说认识 并不经意的提供了一个重要情况 那就是二月二十五号早晨八点钟左右 雨婷接到女被害人 从玉顺向三十一号打来的电话 对方问雨婷现在在哪里 能不能马上到燕台 说有急事相伤 当时啊 雨婷就把王洪渊打他的事了 告诉给对方了 没想到对方什么话也没说 就挂断了电话 雨婷这番话呀 引起了刑侦人员的强烈的关注 因为啊 干歌舞这一行的小姐呀 基本上都是晚上工作 白天睡觉 早晨八点钟 正是他们酣睡的时候 这时候打电话 可有一些反常啊 再就是 雨婷告诉女被害人 她被王洪渊提伤 对方竟然一点反应也没有 甚至连一句安慰和同情的话都没有 对好朋友来说 这不符合常理呀 难道王洪渊当时就在女被害人身边 导致她连连反常 不敢说出本应该说的话吗 而且呀 王洪渊身上也有御顺向31号的防门钥匙啊 指挥部当即命令对王洪渊实行24小时监控 并在适当时机秘密抓捕 然而此时啊 王洪渊却早就已经销声匿迹了 与此同时 刑侦人员拿着王洪渊的照片 以及其他资料 让知情人进行辨认 结果证实 案发当晚 与失踪女子刘玲 一起在信场附近散步的男子 就是王洪渊 而在银行调查 刑侦人员也报告 案发当天 女死者一笔5000元的存款被人提走 取款人正是王洪渊 警方为了防止王洪渊狗气跳墙 报复雨婷 刑侦人员呢 就把雨婷保护起来了 这时候 有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 在济南市某银行调查的刑侦人员呢 获得了一个重要情况 2月27号 女死者 又一笔5000元的存款被人 用密码给提走 从监视录像来看 提款人正是王洪渊 她的身边还站着一个女人 雨婷一眼就认出了 那正是失踪的刘灵 此时刘灵神情呆势 行动有些迟缓 尤其是按密码的时候 一副受制于人的样子 明显是正被胁迫 至此案情越来越清晰了 那么凶手为什么不杀刘灵 而要劫持她到济南 对照现场情况 行政人员恍然大悟 罪犯是想制造刘灵作案之后 逃离现场的假象 企图转移公安机关的事件 从而嫁祸给刘灵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刘灵随时又被杀害灭口的危险 指挥部下令 尽快的抓获王洪渊 力争解救刘灵 然而抓捕王洪渊 并不像人们所想象那么简单 这小子不仅具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 而且经常的流窜于广州 深圳上海北京等地 行踪鬼秘 举无定所 根据情报 王洪渊已经被惊动了 此时正往广州方向逃窜 3月9号 晚8时 王洪渊给雨婷打了电话 说他人在广东中山 行政人员立即赶往广州进行布控 可是狡猾的王洪渊 好像听到了风声 又逃向了深圳和福州 而后又转回济南 和行政人员 捉起了迷藏了 从反馈的信息分析 王洪渊身上带的现金并不多 而广东一带消费很高 不利于王洪渊 生存和长期潜伏 他给雨婷打了电话 很可能是一个幌子 企图引开刑警的视线 指挥部决定 将抓捕的重点放在济南 果然3月18号 王洪渊在济南一家宾馆里露面了 3月19号晚上10点多钟 经过警方审秘侦查 终于摸清楚了 王洪渊潜藏的地点 此时王洪渊正和一帮朋友 在济南另一家宾馆里打麻将 烟台和济南的警方 悄悄的把这个宾馆给包围起来 只听咣当一声 房门被突然提开 王洪渊以及五名马友被一网打尽 一开始王洪渊还以为啊 自己是被抓了赌 不以为然 可是啊 当他发现警察不光是济南的 还有烟台的警察时 他立刻慌乱起来 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 袭上心来呀 他开始啊 双风卖傻 一会儿大呼小叫 一会儿只言不发 见到这招不灵 他又装出了一副认罪伏法的样子 交代了到烟台杀人的经过 但是他说主谋不是他 而是刘灵 企图把罪责推到刘灵的身上 当问起刘灵的下落时 狡猾的王洪渊说刘灵正在广州 刑侦人员信了有书 广州啊 早已经翻遍全城了 刘灵不可能在那里 为了戳传他的鬼话 刑侦人员亮亮出证据 迫使他乖乖的交代了 全部犯罪的经过 原来呀 2月24号的晚上 王公元回家之后 发现雨亭出逃了 气得是暴跳如雷呀 当即 他找了一个昔日同学 连夜的就干复烟台 用事先准备的钥匙 偷偷的打开房门 进入到房间之内 见到房间里没人 查看房间内的设施 判断雨亭确实没有来烟台 于是他蒙发了抢劫念头 第二天呢 两人又悄悄的摸进了房间里 当时啊 一男两女啊 正在床上睡觉 他们将其捆绑起来 另一名同伙是兽性大发 就把刘灵啊 拖到令仙屋里啊 兽性一般的当场枪奸 而王红渊呢 则叫另一名女被害人 打电话和雨亭联系 企图引雨亭上钩 结果呢 雨亭并没有上当 气急败回的王红渊 将受害人手机存值 以及香水等物品 降级以空 并且逼问其存值密码 王红渊立刻呀 到银行提出了五千元的现金 他想 自己犯了抢劫罪 如果东窗事发 起码要判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想到这里呀 他是不寒而栗决定 杀人灭口 为了制造假象 他买了十瓶高度的白酒 逼迫三名被害人喝下 然后将其中的一男一女给离死 眼看着同的两个人惨遭毒手 刘灵吓得是跪地苦苦求饶啊 王红渊灵机一动 决定暂时不杀死他 而把他带了济南 造成了一种刘灵作案之后 卖逃的假象 以此来迷惑警方 到了济南 两个凶手分赃完毕之后 各自套窜 3月2号晚上 趁着刘灵熟睡时 将其杀害 并把他的尸体给进行肢解 煮熟之后给掩埋了 并将部分尸骨和衣物 跑于黄河和护城河之中 至此 一起泯灵人性 残害无辜 连杀三人的惨案 胜利告破 凶手 王红渊 将接受法律的严惩 而畏罪潜逃的 另一名凶手 也终将难逃法王 下期着 下期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